好 其实不止彰化 北台湾同样是被台风的外围环流所影响 像是台北市内湖区城公路附近的边波 因为大雨造成土石流 掉下来的大石头压坏路边的三辆汽车 据使硬生生压在车顶上路边这辆银色轿车近乎全毁 前后两台车也都遭殃 地点就在台北市内湖三军总议院附近的巷弄里头 土石散落一地江的场景鲜少出现在台北市 好险这回没有造成伤亡 很大一声 因为炸了车上那个声响一声很大 我们这住户都有听到 有的人比较夸张的还说好 这有炮弹打来 直接来到现场依旧看得出土石崩落的痕迹 虽然间接段路障已经被排除了 但真正的危机还在上头 上面还有一个最大的 还有一个小中人 那就是潜在围 把这个巨石给处理掉 全市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北市凌晨下起见些大雨再转个场景 离开市区十七往山上走 在阳明山这里虽然没有自灾性的大雨出现 不过整座山缭绕在云雾当中 就连平常该被停满的停车场 一辆车都没有 没有廉价的满满人潮 只有零星游客不为风雨来报到 廉价最后一天北台湾几乎被整片乌云笼罩 华氏新闻又会的章正节